大家好,我是Hady 歡迎收看《語語最財經》 2月25日,Wahaha集團的創始人董事長鍾慶後逝世 之後的幾日時間入面 全國網友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悼念送別中老 有些發佈中老生前的視頻 有些寫文字悼念 還有些買花送到Wahaha的公司門口 同時,網友也展開了一波對Wahaha產品的搶購潮 相關數據顯示,2月28日和29日 Wahaha的官方旗艦店沒有在行直播 但店鋪的銷售額就增長了超過5倍 3月1日下午,Wahaha官方旗艦店發布通知清 近期收到大家無數的關心和支持 店鋪訂單量也明顯增加 為了保證大家能及時收到產品 Wahaha安排了更多的同事打包發貨 請大家耐心等待 等不及的可以申請退款退貨 另外Wahaha還表示 感激每一位支持Wahaha的人 建議大家理性消費根據須要落單 並且該帳號還下架了除瘡內的所有商品 根據第三方數據平台的顯示 在2月25日之前的4日時間裡 該帳號的商品銷量為1,000至2,500 銷售額為2,500至5萬 但從2月25日停播後開始 該帳號的商品銷量開始明顯上升 25日當日 該帳號的銷量漲到2,500至5,000 銷售額相應漲到75,000至10,000 26日銷量漲到5,000至7,500 銷售額漲到10,000至25,000 27日銷量降至2,500至5,000 但銷售額仍為10,000至25,000 28日銷量由漲到1,000至25,000 銷售額50,000至75,000 29日銷量7,500至1,000 銷售額25,000至50,000 尤其是28日和27日相比 在銷量和銷售額上 帳幅都高達5倍 其中銷量最好的產品就是AD概賴 另外也有不少網友在社交平台分享 Wahha在線下賣斷貨的情況 有些超市在Wahha的貨架上貼了 致敬全其民族品牌 國貨之光自養的A4子 甚至有些公司把公司內部的水都換成Wahha 並表示以後飲水只是飲Wahha 無論是否買到了Wahha的產品 這些網友的行動都是出於對中老的勉懷 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國貨品牌 Wahha在90年代先後推出了多款飲料和食品 AD概賴、純淨水、蜂蜜綠茶、非常可樂、百寶竹等等 這些記憶之中的產品 曾經在大批80、90年年輕人的童年當中佔有一席之地 甚至可以說開啟了他們人生中第一次的飲料體驗 非常具有時代意義 講到Wahha大家直接想到的肯定是AD概賴 在很多人心目中Wahha三個字幾乎等同於AD概賴 1996年Wahha推出了這款乳飲料 牛奶做載體負以維生素A和維生素D 奔著營養和健康酸酸甜甜有營養 成功收割了80後、90後這一代小朋友的心 可以說在液體牛奶還未走入千家萬戶的90年代 AD概賴的出現 為當時的小朋友帶來了餘飲料的初體驗 在面世只是一年的時間入面 Wahha生產了10.7億平的AD概賴 創造產值高達6.85億 2009年WahhaAD概賴的銷售額達到頂峰超過30億 剛剛過去的龍年春晚 它還出現在魔術表演的觀眾手中 比劉謙手中的破黑牌還吸睛 又掀起了一波回憶殺 2005年Wahha推出牛奶果式飲品營養快線 該產品可以補充人體所需的維生素A、D、E B3、B6、甲、鈣等15種營養素 營養快線作為Wahha旗下的暢銷單品 自2004年上市到2014年5月 10年累計銷售390億平 其中2011年銷售總量突破150億 2013年突破200億大罐 速度創造了國內飲料行業單品銷售的奇跡 但有傳言稱 將Wahha營養快線倒在碗裡 翌日營養快線乾了之後 就會變成一層扯都扯不斷的膠狀物體 如果飲到人的胃裡可想而知是什麼下場 聽說這個謠言在網絡傳播轉發了1.7億次 令到曾經的爆款大單品銷量急速銳減 鐘佬曾經在採訪中表示 出現這樣的結果換第二個品牌可能倒閉了 聽說這麼多年過去了 營養快線直到現在 也沒有恢復到謠言傳播之前的銷量 愛的就是你 Wahha 純正水 聽到這句熟悉的廣告詞 世紀之交的微風好像重新吹到了面上 王力宏在Wahha 純正水的廣告裡面笑得很燦爛 陽光大方的偶像面孔 清新、純愛的畫風 定制的廣告曲 被剛剛報入千禧年的我們 帶來了完全新鮮的視覺震撼 不過在忠福利接手Wahha之後 簡直不再跟王力宏合作 現在Wahha 純正水的代言人是 新生代演員許光漢 值得一提的是Wahha 還是實驗室的御用水 知乎上有網友曾經提過 Wahha 的超純水和實驗室的超純水 水質基本一致 能夠正常進行常規的生物實驗 而另一個奇怪的知識是 Wahha 純正水為甚麼是596ml 中慶侯曾經回應 原本一瓶設計是600ml 但實際灌裝出來只有596ml 多少就是多少我們不能握消費者 1998年推出的《非常可樂》 打出的口號是 中國人自己的可樂 頗有一些豪情壯志 包裝也是以紅金兩色為主 很有熱鬧團聚的氣氛 《非常可樂》當時的戰略是 主打二、三線城市和農村市場 是不少80後、90後 小時候跟父母去飲桌上的標配 但它的後續發展不盡人意 最終只能染目在時代的紅樓當中 不過在Wahha的官網上 還有非常可樂的身影 這款產品現在還配合輕食趨勢 推出了無糖版本 除了研發乳飲料在茶飲領域 Wahha也曾經短暫擁有一席之地 相信很多人應該對蜂蜜綠茶有印象 茶飲本身容易和上年齡的消費者掛勾 而加入果汁和蜂蜜的茶飲 成功擁抱了更多的年輕受眾 味道清爽酸甜 令Wahha在掛起茶飲料風潮之時 就迅速佔據了一部分的市場 從AD鈣奶到純淨水再到營養快線 可以說Wahha的產品陪伴了一代有一代人 現在說到Wahha大多數都是帶著回憶的色彩 這個足以彰顯Wahha在大家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但也是Wahha非常明顯的問題 現在市場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正式進入中福利時代的Wahha 怎樣擺脫產品老舊問題 怎樣與年輕人同頻對話呢? 這些都是新長門人中福利接下來要面對的問題 未來中福利可不可以再做Wahha? 我們拭目以待 這期的節目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 歡迎大家留言評論訂閱支持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